有没有想过,在那个军权神兽的年代,一代女皇武则天的背后,竟然隐藏着这样一位令他都推心致富,倾心相交的男人,这个男人就是大名鼎鼎,才华横溢的敌人节。 那么,这两个看似不可能交集的人,到底有着怎样不为人知,惊世骇俗的故事呢? 让我们一起走进历史,揭开这段尘封已久的传奇。 大家好,欢迎订阅真正历史,公元630年,在一个书香世家,一个名叫敌人节的男孩姑姑坠地,她聪颖过人,自幼勤奋好学,胸怀大志,立志要出人头地。 光宗耀祖,六年后,十四岁的少女武则天,凭借着美貌和才华,被选入宫中,成为了备受宠爱的才人,由此开启了她传奇而坎坷的一生。 年少的敌人节,每日埋首于典籍之中,眼中只有圣贤经典和未来的仕途,对深宫之中的武则天,似乎还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存在。 而武则天,也还沉浸在后宫的争宠之中,对未来的命运和权利,还没有清晰的认知。 造化弄人,谁能想到,多年以后,这两个原本毫无交集的人,会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,深深地影响彼此的命运呢? 这就是冥冥之中,上天早已注定的奇妙缘分,敌人节凭借着过人的才华和孜孜不倦的努力,终于实现了少年时的梦想。 金榜提名,步入了仕途,他曾担任大理四成,掌管着百姓的冤情,秉公执法,明察秋毫,让无数冤案得以昭雪,声明由此远播。 与此同时,武则天也凭借着自己的政治智慧和国改手腕,一步步掌握了大唐的权柄,成为了真正执掌江山的女皇。 在这个过程中,他阅人无数,审视夺视,逐渐发现了敌人节的卓尔不群,欣赏他的才干和正直,于是不顾众臣的反对。 力排众议,破格提拔敌人节为宰相,从此,这个冷峻正直,不阿权贵的铁面官僚,走进了这个睿智果决,雄才大略的女皇的视线,他们惺惺相惜,彼此欣赏,逐渐成为了朝堂上最信任的军臣搭档,开创了一段佳话,伟高权重总是招人妒忌,小人当道更是不可避免。 公元692年,酷利来俊臣心怀叵测,设计陷害,诬告敌人节谋反,敌人节锒铛入狱,处境危如泪卵,命悬一线,在这危急关头,敌人节冒死向武则天传信,陈述冤情,自自血泪,拒拒肝肝胆,武则天素来明察秋行。 他亲自过问此案,洞悉案情真相,将敌人节从死罪改为流放,免其一死,流放的岁月,对一个胸怀大志,壮志未仇的人来说,是多么的备受煎熬。 但是,四年后,武则天也为对外战士吃紧,边疆动荡,需要文武兼备的栋梁之才,便启用敌人节为魏州刺史,让他重整旗鼓,再斩红土,后来更是恢复了他的官职,让他重新执掌朝政。 这一次,敌人节没有辜负武则天的再次信任,他治军有方,训练有素,让来犯的敌人闻风丧胆,不敢轻举妄动,他的威名,再次传遍朝野,百姓拥戴,士兵爱戴。 武则天对他更加器重,两人君臣相得,配合默契,共创盛世,岁月荏苒,白发解生,武则天虽然是敌人节的君主,但他带敌人节却如是如有,亦如家人,他常常亲切地称呼他为国郎,并且拒绝他行跪拜大礼,对他关怀备至,体贴入微,这在当时的君臣关系中,是非常罕见和惊世骇俗的。 要知道,在那个君权神兽,尊卑分明的年代,君臣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身份鸿沟,曾甘胆相照,但是,这两个睿智而深沉的灵魂,却以惺惺相惜的方式,跨越了这道鸿沟,建立了超越身份的知己情义。 公元七百年,七十一岁高龄的敌人节驾鹤西去,于是长辞,悲痛欲绝的武则天,为他停朝三日,举国同碑,追赠太子太氏司空,始约文会,已是对这位骨功之臣的至高褒奖。 在那一刻,他失去的,不仅仅是一个忠心耿耿,鞠躬尽瘁的臣子,更是一位倾心相交,推心致富的至有之己。 敌人节先世后,他的儿子狄光远在整理先父的遗物时,意外的发现了一张早已泛黄的走章。 这张走章,曾经在敌人节微如泪卵之际,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那一年,敌人节因为莫须有的罪名,被小人诬陷,锒铛入狱,危在旦夕,就是这封直臣冤情的奏章,让武则天及时了解了真相,才挽救了敌人节的性命,使得他免于被小人陷害,惨死狱中的悲惨命运。 而在这封奏章的结尾处,赫然写着武则天的诸批亲笔,朝堂之上,与君推心,以此共勉,短短八个字,字字朱击,句句玄机,倒进了这对君臣的不凡情义。 在那个尔虞我诈,人人自危的朝堂之上,他们彼此信任,彼此扶持,携手共进,这种君臣之间的惺惺相惜,放在任何朝代,都是一段佳话流芳,都是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的典范,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,读史可以让人明智,让人豁达。 我们缅怀敌人节这样特立独行的历史人物,不仅仅是怀念他的非凡才干和刚正不阿的人格魅力,更令人动容和折服的,使他和武则天之间跨越身份,跨越地位的知己知情,值得世人学习和敬仰,他们的故事,无疑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。 真诚待人,推心致富,古往今来都是交往的根本,愿我们每一个人,在这个纷扰复杂的世界里,也能像他们一样,以开诚不公之心,去对待身边的人,用真诚,信任和包容,去化解隔阂,消弭误会,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温暖和谐,让我们一起铭记历史,学习先贤,以一颗真诚坦荡之心,去拥抱生活,拥抱未来,630年春天,太原敌是血, 这就是后来的唐代名臣狄仁杰,狄仁杰生性淳朴,从小勤勉好学,经常在田间插秧时背诵典籍,村民都说,这孩子将来必定有所作为。 狄仁杰的父亲是个穷秀子,靠教书为生,为了让儿子有出头之日,他从小就严格管教狄仁杰,要他早睡早起,不许玩乐,狄仁杰虽然生性活泼,但都听父命,勤勉用功, 每当其他孩子在山间封丸时,狄仁杰总是端坐在主意上净读,村民们见了纷纷夸奖,狄仁杰定会大功告成,享誉天下。 十几岁时,狄仁杰已读完了家中的图书,村里有位老秀才看他聪慧过人,便免费教他读书,在老秀才的悉心指导下,狄仁杰的学业有了长足进步。 他博览群书,对古今典籍了如指掌,村民们见他能背诵几百古诗,都夸赞到狄仁杰是我们村里的奇葩,将来一定会大展宏图。 652年,22岁的狄仁杰终于迎来人生第一个转折点,这一年,他参加了科举考试,并在明经上大放一彩,一举成为进士极地。 当主考官宣布结果时,全场哗然,都为这个来自山西乡下的青年翻身仕途感到由衷高兴。 狄仁杰也果然凭借自己的学识很快在朝堂上得到重用,他先后担任魏州司马。 监察御史、大理城等职务,并在任上办事公正,深得百姓拥戴,每每狄仁杰出巡魏州,百姓们都迎接在路旁,争相向他献上积压羊肉,以示崇敬。 有人曾称赞到,北斗星光之下,就属狄仁杰最政治贤明。 660年,狄仁杰担任大理寺城一职,负责处理最高法院大理寺的司法事务。 他工作勤勉,每日清晨第一缕阳光照进公堂时就开始工作,直到月上中天才休息,对待每一案件他都细细推敲,力求公平司法,第一个月就清除了积压多年的案件。 由他主持的案件,百姓无不称赞其明察秋毫之能,素有现代包卿天之称,然而好景不长,几位朝中官员看敌人杰公业日盛,暗自嫉恨。 他们多次在武则天面前联名弹劾敌人杰结党营私,训思舞弊,但都没有任何证据。 665年,在这些大臣的逼迫下,武则天指的避嫌点敌人杰出京任职,敌人杰虽不甘心,却也只能暂时避祸离开。 685年,敌人杰在洛州任上听说武则天取代儿子夺权称帝,便写信劝诫武则天,希望他能修身克制,处理正事时多方参考意见。 不要听信谗言,没想到武则天非但没有怪罪,反而大赞敌人杰忠心爱国,派人前去洛州迎接他,敌人杰重返长安时,武则天亲自在宫门迎接, 对他表示了诚挚的歉意,并即刻拜他为左仆业,开始了他辉煌的相位生涯,武则天起初对敌人杰存有戒心,但看到他志士果断,兢兢业业,没过多久就完全放下一律。 六百九十一年冬,在一次平定边境叛乱的军役上,敌人杰毅然直言弹劾左右谄媚之徒,引起在座大臣的不满,武则天不仅没有怪罪,反而当场提拔他为宰相,并对众臣宣布,朝中如有敌人杰者,无奏无忧矣。 此后数年间,敌人杰屡屡上书向武则天进言,几次劝阻他铸造昂贵佛像,减轻赋税,处死心腹等,都奏效了,朝中大臣无不暗自惊讶,武则天这样暴力的女皇帝,怎会容忍敌人杰当面直见呢? 这与他过去雷厉风行的处世风格截然不同。 敌人杰之所以能够屡屡直见武则天而不遭杀身之祸,是两人私交甚毒所致,武则天与敌人杰, 同是出身山西农家,两人从小环境类似,性格也契合,难免产生些许亲密之感。 有一次,武则天与前阳便召敌人杰来内庭闲谈,两人围鲁品名,武则天边品查边透露出对追求长生不老药的兴趣。 他表示,听闻神仙家有长生不老之法,想派人前去求取,敌人杰立即放下茶杯劝谏的陛下身为人君,应该多为百姓福祉着想, 不必过分沉迷长生之事。武则天听后,轻拍他的手说, 人杰,你说得对,我应该多听你的劝告,你是为我好。 武则天晚年时,敌人杰屡次以年事以高为由,请求退位,但武则天都没有同意, 说,朝中谁能替代你,我还需要你助我处理正事,你就不要再提退休的事了。 敌人杰也指的无奈继续留任了,两人的这种亲近关系,让朝中众臣都流传武则天与敌人杰之间有私情, 但敌人杰清高的品格,让大多数人不敢公开讨论此事,敌人杰也未曾解释,任由外界猜测。 704年冬,敌人杰因病去世,享年75岁,武则天文训痛哭失声,立即亲自前往敌府调宴,并为他治丧三年,追赠太师,嗜好文轩。 当他在朝会上痛失心腹之时,许多臣子暗自窃喜,认为武则天会从此失去制衡,肆意妄为。 然而次年,在整理父亲遗物时,敌人杰的儿子敌公发现一道批阅过的奏折, 上面居然是武则天亲笔所写的话,朝堂之事,与清推心。 原来,这是敌人杰出败相时,对武则天表示感激之词。 足见两人只是君臣关系,这份奏折扫清了朝野对两人关系的猜测,让所有人都对敌人杰刮目相看。 作为一代现象,他致死都保持着高度的品格自律,从未越过君臣之间的界限,许多大臣为自己过去的言行感到羞愧, 纷纷前来向敌家请罪,正是因为他的政治无私,最终赢得了武则天的信任和敬重。 武则天对他的意境不减当年,每月都会前往敌人杰目前平调,感念这位至死忠诚的得力助手。 敌人杰用一声诠释了什么叫做君子,他忠心辅佐武则天,以正直建言化解女皇帝的暴虐,是大唐王朝稳定的中流砥柱。 明臣敌人杰将永远被人们所敬仰和追忆。